今集的讀海浮沉要介紹的就是 OneMore VRX 之前有講過一個藍牙耳機 藍牙那個是用來搏手電燃 玩手游的時候的電競耳機 這個就高級一點 看樣子就知道高級一點 就是用來玩電腦遊戲的時候使用 它有什麼厲害呢 其實就是它有7.1 模擬7.1的功能 它裏面是有一顆chips 還有它最主要的地方 當然這些燈沒有什麼所謂 你自己看 不會人家在旁邊看見你 有些燈很有型 這些是真是獨的 但有一件事要記住 它其實是有USBIN和3.5IN 它會跟了USB線和3.5線 如果你用3.5線 其實你平常聽歌打機是沒有問題 但是就給不到電腦的chips 所以就沒有那個模擬的7.1功能 那如果你要那個模擬的7.1功能 那你就需要插USB 那除了打機之外 其實看電影都非常之不錯 譬如我試過看Blue Ray 它那個環繞是挺有趣的 另外它還有一個叫做定位功能 那定位功能是什麼意思呢 咦我戴了帽子 我照著戴 這樣戴著的時候 這樣戴著的時候 它將你只要設定位功能 你即使轉頭 它依然將你無疑的前置喇叭 放在這裡 喇叭在這裡的時候 我就算動 頭 喇叭是不會跟著我的頭動的 只會在前面 那變成定位方面 更加方便一點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功能的時候 你的頭動 那它就照動 大家明白嗎 即是明白那個物理 那這個我覺得 在電競的設計來說 都挺不錯 因為我現在可以憑那些槍聲 大概猜到那些人在哪裡 現在剩下24個人 我30飛子彈卻卻有緣 剛才就用了來 嘗試去吃雞 那我都存活到最後十幾個人 那真的聽到那些子彈在哪裡飛過 那當我這些 我這些穩守突擊的風格的戰士的時候 我只要經常 我經常 趴低 和伏低 在我趴低和伏低的時候 我就很清楚地聽到 究竟哪裡是有危險的了 那所以呢 就令到我 經常都可以傳滅到後面 那 如果 玩一些需要定位 的遊戲 其實我覺得 L.O.L.反而 你沒有那麼需要聽一下 一些東西去哪裡 只不過純粹是一個 很開心的音響效果 但是如果有時候 如果你吃雞來說 是真的需要知道 那些子彈在哪裡飛過來 那裡有人開槍的話 那我覺得 這個都幾幫到手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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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